这个数据给了X和Y各自一个很奇怪的数据 然后又是解一个这样的分数 看看这个分数呢 分母的部分 1,4,6,4,1 熟悉杨辉三个人或者Pascal Triangle的朋友 已经知道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四次方 整个东西呢 其实是等于 下面分母的部分是X加Y 分子的部分就是XY 整个东西的四次方 咦? 那我们就看到 刚刚看到这个分数 那这个分数呢? 咦? 它的样子有点面线 那不如看看它的倒数 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子 它的倒数呢?就是X 加Y OVER XY 那... 我说过它面线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变成1OVER X 加1OVER Y 既然是这样 既然是这样 事不宜迟去看看1OVER X 和1OVER Y是什么 1OVER X 就是这个东西 反过来 所以呢 它的分母的部分是2 分子就是2 加2 加3 加3 加5 于是者 这个Y 也是这样做的 分母也是2 分子是2 加3 加5 加5 咦? 那然后呢 分母一模一样 分子就可以直接进行加减成材了 首先 这个更好5 1加1 没有了 2加更好3 其实我们有一批 刚好随意 所以整个东西 最终得出来 就等于 等于 2加更好3 刚刚说过 这个东西 要把这个东西的倒数 所以呢 整个东西就会变成 嗯 就是 代替这个 X Y over X加Y 呢 那 take 这个recipical 就是1 over 2 加更好3 这样的 1over 2加更好3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下一步 当然就是我们 做熟的 这个分母需要 Rationalize 这个 要变成2-3 上面也是2-3 成完之后呢 就发觉 这个是4 减3 所以分母 其实是变成1 那 最后呢 这个东西的答案呢 就等于 2-3 2-3 OK 既然是这样 那这一条式 会等于什么呢 这一条式就等于 这一条 就是 绿色 或线潑湖里面的 这一条 那这一条 里面是2-3 那之后 2-3 整个东西的四次方又是什么呢 2-3 的四次方呢 那我们可以 将它 拉过来写 2-3 这个东西的四次方 那我们可以先做两次方先 就是 就是 将这个 take square 就是 4 减 2-2 4 4-3 再加3 再加3 这个东西的二次方 那 也就是 等于 7-4 跟好3 整个东西的二次方 那 那 如是这 7-4 跟好3 我们可以继续做下去 7 7 就49 7-9 7-4 28 28 再加倍 它就是 56 个跟好3 而 最后 就有这个 4-46 16乘以3 呢 就是 48 那最后 就得出来 运算出来 这个 再加上这个 就会有 97 减56 跟好3